呼籲青年返乡这一句多年前的口号 而这辛苦缺工以及看天吃饭的务农工作 往往让许多青年一代观望后都拒绝 不过还是有许多青年愿意尝试 今天来看看赤克山的青年返乡故事 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微微看到鲜黄色的金针花 非常美丽动人风景 这里是玉里镇赤克山 赤克山茶农第三代翁明俊 原本大学毕业后退伍准备开始追逐人生梦想 但因为父亲生病必须返乡务农 与父母亲学习种茶有些心得 跟母亲参加今年度的蜜香红茶评鉴 还跟妈妈个别多下金牌 自己包茶园做的 你自己包茶园 所以不是跟家里的茶园一起 对对对 我跟农友一起包 包茶园做的 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做 我就想说 因为我跟妈妈学那么久 想说自己做做看自己的口味 对 母亲表示儿子很认真 想法很多也都在玩创意玩创新 不过常常也因此这样意见不合 但是有这些摩擦变成养分 彼此的茶叶仗值技术也越来越好 对啊 妈妈比较会坚持 我比较会坚持 年轻人他比较会想要创新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够减 不会朝见人来骗人的 为了帮助家中的农作 放弃人生梦想 欧明俊以新的思维接手家中农业 也为赤克山金针花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